好,我们现在开始到第二个单元 第二个单元我们学到是什么呢? 就是挑选样式 我们要去挑选什么东西呢? 今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新的单字 有知道什么东西呢? 来看哦 第一个, 熬 熬就是上译,对不对? 好, 熬 就是裤子 如果说, 熬熬 熬就是指衣服 熬熬是指一般的衣服 那如果分开来说, 熬就是上译 然后熬就是裤子 好, 再来我们第四 即或是改就是一件 那在越南文里面 衣服跟裤子都不分哦 我们衣服在台湾还说一件衣服 可是裤子我们有的时候会说成一条 对不对? 可是越南文都用即或是改 那大部分即是在哪里呢? 是北越人习惯讲 那中南越人习惯用改是指一件 好, 再来 刚刚我说稳就是一般裤子 那稳就是西装裤 西装裤 待就是西方的 所以呢, 以前我们越南人穿的裤子 就是像一般我们那种 就是叫纸筒之类的裤子 那后来才有那个西装 类似的那个裤子 所以我们改成 稳带 带是指西方来的裤子 那种类似的裤子 所以稳带 再来 维 维 就是裙子 再来 熬通 熬通 熬通就是那种休闲上语 就是我们一般说T恤的那种 熬身 熬身 这个也是外来语 就是因为我们过去的 法国殖民的时代 我们这个字是从法文来的 所以我们讲熬身 就是衬衫 好, 再来 穿 就是穿 再来第十 就是 T恤 就是 是 好的, 我们刚刚认识那些单字 那如何来教续练习呢 看一下哦 第一句 孤爱 腹 马 牌 嗯 马就是穿 对不对 牌 就是裙子 孤爱 腹 马 牌 很多女孩子很喜欢 穿那个裙子 但是有一些 也不是很喜欢哦 第二 孤爱 孤爱 就是每天 就是每天 每天都穿 衣裳去上班 可能他是那种 上班主之类的 必须每天都穿 那种 好, 再来 第三 那 我这边用 我这边用 剑是 对不对 我已经买了两件什么修身上衣和一条西装裤 好, 再来 对面 对面 马特 嗯 马特 穿对不对 特就是试的 所以试穿就是马特 我们在哪里都一样 买衣服应该要试穿嘛 免得我们买了回家 觉得不满意 还要特别去换了 很辛苦哦 好, 所以 对面 对面 马特 即 运 哪 Dukom 对面 马特 即 运 哪 Dukom 我想 试穿这件什么裙子 可以吗 以后呢 我们如果问人家什么事情 我们都可以前面 先讲我们的意思 然后后面加一个 Dukom 就是 可以吗 好, 我们来谈一谈 越南人什么 越南人喜欢穿怎么样的衣服 其实呢 越南的传统服装 就是叫做 敖鞋 敖鞋就是叫 所谓的长衫的意思 就是今天我穿的 就是敖鞋 那敖鞋基本上 它很像我们的 中国传统的旗袍 对不对 不过我们的敖鞋 是长修的 然后它 两侧又开插到 我们的药尾那边 然后搭配一条长裤 那长裤叫 蚌鞋 一蚌就是裤子 对不对 鞋就是长的 所以长裤是 蚌鞋 那敖鞋 它同时可以适用于 女生或是男生 都可以 那可是男性的敖鞋 它那个裁剪的 那个部分 它比较偏宽松 然后比较舒适之类的 然后颜色比较偏在 那些固定的颜色 譬如是 黑啊或是白啊 或是灰色啊 或是蓝色 绿色之类的 那可是女生的衣服啊 就是女性的敖鞋 它就是偏好是要 要裁缝画面 一定要合身 然后呢 把女性的那种美妙身材的曲线啊 都能呈现出来 所以呢 加上很多那种颜色 比较不像男性 有在鲜雨一些颜色 那女性的衣服的颜色 是比较多样式的 所以呢 越南的女孩子 如果穿了敖鞋 那真的是感觉是 非常的高雅 然后是很有特色 嗯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我介绍 越南传统的敖鞋 那敖鞋在这边 我们有三个 不同地区的女性穿的哦 这个是越南的 我们从这边好了 南越人 南越人穿越南的那个敖鞋的时候 喜欢搭配了一件 是我们的大概的一个围巾等等的 比较看得来 因为越南的那个南越的地区 是比较炎热的地方 那第二 第一个中间 就是我们北越的女性穿的传统衣服 其实也一样 也配一条裤子 然后两开叉也到我们腰围这边 但是呢 里面还有一个小可爱 因为北越那边是天气比较寒冷的关系 然后中部的女性是 因为过去她 她头上有戴的这一种布滚之类的那种帽子 这个是我们过去在我们的传统的那个时代 是比较属于应该是那种高贵身份的女性 或是我们是那个贵族的人才戴这种帽子 所以呢她穿的衣服也是样式也有一点不太一样 也比较特别 好我们刚刚有学到一些单字呢 那现在我们又来看一下我们的如何挑选 挑选我们想要的东西啊 但是要挑选的过程 我们需要知道一些单字有关 我们想要挑选的那个部分哦 好第一个我们来看这是 讲就是挑选的 或是了 都可以 讲了就是挑选 再来呢我们看一下啊 在跳的过程是不是我们又跳踢它 又短又长等等之类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形容词 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的相就是相反的就是 哎刚刚我说什么 熬鞋 熬鞋是长山对不对 所以就是长的意思 就是短长 再来呢 这个要看我的嘴唇呢 是不是骨口合口 因为哦跟唯一额结合 一定要骨口合口 所以 它的相对的形容词就是 结合 结合 容就是宽的 结合就是紧 就是衣服很宽 或是很紧之类的 或是很狭窄的意思 第四, lớn, lớn,相对的,就是 nhỏ, nhỏ, lớn, nhỏ是大,小 再来, vừa, người, vừa, người, vừa就是刚刚的,刚刚好 người就是人,对不对,所以 vừa, người就是很合身的意思 再来, thích, học, thích, học,我这边也是有合口,对不对,比起来 thích, học, thích, học,就是合适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一段绘画,看看呢 刚刚我们学到那个如何挑选样式的时候 在我们这个场景中,是在一个服装店,对不对 突文在做什么呢,好,来看一下 突文, người bạn hàn, người bạn hàn是店员,对不对 他们两个人在对话,我们来听一听哦 tôi muốn chọn, một cái váy dài tôi muốn chọn, một cái váy dài 嗯, chọn就是选择嘛,我想看一件什么 trang续,好,那店员怎么说呢 cái này, rất thích hợp với cô cái này, rất thích hợp với cô 这一件事很适合你哦 cái váy này, tôi mặc rất vừa người, nhưng hơi ngắn một chút cái váy này, tôi mặc rất vừa người, nhưng hơi ngắn một chút cái váy này, cái này, là cái nàyалог's 这件裙子 我穿很合身 对不对 但是 我们有看到这个 喝一点点 什么 喝在我们的形容词前面 然后后面有个 是指什么 稍微怎么样的一点 所以在这边是 但是呢 稍微 短了一点 稍微短了一点 或是有一点短的意思 那这个电源就回答他 他又帮他跳另外一个 所以 那这个怎么样呢 那这个怎么样呢 好 好 好 其实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 通常我们会觉得 我们喜不喜欢这个颜色 或是不喜欢那个颜色 那我们要来认识一些颜色的说法 好不好 来我们看一下 毛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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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张是白色 毛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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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黑色 毛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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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灰色 欸我们看看呢 张就是白 黑就是链 链 链就是灰的意思 所以毛在这边是指什么 颜色的 颜色的 好 再来 毛链 毛链 就是红色 毛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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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这边还是一样 谷口合口 毛链 就是粉红色 再来 毛链 毛链 这个 尾音额 只有 O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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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音额 结合的时候 是特别 谷口合口 那一般的 尾音额的 拼音 就是 嘴角要 感觉被拉到后面去 所以在这边 这个 V ANVANG VANG VANG 毛 就是黄色 再来 毛链 毛链 或是 毛链 毛链 是指 蓝色的意思 可是呢 那我们有两个说法 第二个 然后第八个 毛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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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 毛链 链 毛链 是指 绿色 这边 链链是什么 树叶的意思 就是 树叶的颜色 是指绿色的 好 然后这边 链就是海 那海的颜色 就指蓝色的意思 再来呢 毛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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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橘色 毛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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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紫色 再来 毛链 毛链 就是棕色 好 我们已经认识 有十一个颜色咯 好的 可是我们十一个颜色 不可能会 迅速到 我们在我们实际上的 各种不同的颜色 有的 如果它有淡了一点 或深了一点 我们如何去 就是叙述 这个颜色彩的 那个色彩的 那个深 或是茧 的那个程度 和淡的程度 来我们看一下 那个第一 如果想说这个颜色 稍微深了一点 譬如说 深红色 深粉红色 等等之类 我们怎么讲呢 在这边我们 有一个淡字指 DAM DAM就是指 深的意思 DAM 所以如果我们说 深粉红色 那我们就变成是 毛红DAM 毛红DAM 嗯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名词结构 这个DAM 是它形容 它是形容词 所以它叫 毛红在这边是名词 所以形容词 放在名词后面 毛红DAM 就是深粉红色 跟我们中文 有一点打过来 毛点DAM 就是深紫色 毛点DAM 深紫色 对不对 好 如果想说它 比较淡一点的颜色呢 就叫 NH NH 好 在这边我们看 我们有两个例子 第一个 毛VANGNH 毛VANG 是黄色 对不对 NH 是淡黄色 就是 毛VANGNH 毛VANGNH 那第一个是 毛GAMNH 毛GAMNH 是淡橘色 好 再来呢 有的衣服 或是有的东西 它的身上 会有大概是两种颜色 或是三种颜色之类的 那我们要怎么说呢 那当我们碰到这样的东西 当然我们要看 我们先做一个比较 那两个颜色的 它的那个 那个范围的 它占的那个范围的部分 是不是比较大 如果它占的那个范围 比较大的 当然说我们先放在前面 它是主要的颜色 所以在这边 比如我说 我有一块布 上面那个 那个粉红色是占的范围比较多 然后有一点点那个 那个紫色 那我当然先说粉红色 然后才说紫色 所以我说 毛红点 毛红点 是感觉是 那个粉红色是占的 那个范围比较多 然后是 比较偏那个粉红色 然后有一点点紫色 那如果是反过来 紫色是比较深一点 然后粉红色有一点点粉红色 那我当然要说 毛点红 毛点红 在这边 毛点红 放在前面是指 它是主要颜色 然后有一点点 那个粉红色之类 跟它一起的那种感觉 所以呢 站在前面 就是主要的颜色 然后站在后面 就是指 它有一点点 偏这个颜色的意思 所以毛红点跟毛点红就不一样 就不一样哦 好吗 好吗